今天是2月7月27号 我是文英俊 欢迎来到跟着日本家炒美股 今天来给大家说 这只股票是ELAN 是一个生物科技公司 它主要的这个功能呢 是这个卖一些原材料 卖一些飼料 看到这里 Encore Animal Healthy 是一家动物保健 致力于开发提供制造和 销售动物的保健品 也就是说那些猪的一些 一些保健品 一些飼料之类的 什么东西参入飼料 能让他们能吃的 会让这个猪长得更好 毛色更好看 卖个好借钱 来咱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我看好它 今天跌了99.71% 那就是多少钱呢 今天的股价是21块3毛整 一共跌了2块2毛 它52周就是这个疫情来之前 最高値是33块9毛2 咱们只观一点看这里 看这个 它上面上面数下来的 这一排数据里面 52 weeks high 这里33块9毛2 52 weeks low 就15块1毛7 也就是说这个 三月末尾的时候 二月初三月末的时候 这那一个月 熔断下来 15块1毛7 它现在21块多 就这个就是今天的数据 我们来看一看它 一共有4085万 4085万是净流入 大单占了800多万 Million 对800多万 M4这个中单 占了2200万 S4这个小单 也就是散户们 占了900万 也就是说越跌 越是有人买 无论大单还是小单 大中小都是买单买入 也就是说它跌就有人买 然后我看好它 主要原因是ETF增持 来看到这个ETF ETF增持在这里 它下面的十大持股基金 与EDF 这个看到它 When have we kept on 这里 加了227万 277万 然后这些都是加超 加起来是超将近 1000万的持股增加 增加了1000万 所以这也是我看到它的原因 再来上干货 最后干货来了 我们就带大家来看一下 我从记录它开始 6月18号 6月19号吧 这个四五日以后 它有一个小V 是往上来了 当时的股件是22块 获利比利已经是 到达了33块钱 而现在呢 我们这个一天一天来看 我们只算周五 就那个礼拜的周末 最后的这个周五是 净流入还是净流出呢 流入我们就加10分 流出我们就减10分 这个是一个净流出 我们就减10分 记住 先记住 减10分 这个26号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净流出 我们又减10分 是-20分 现在再来 7月2号也是一个 又是一个净流出 我们又是给-30分 来 再看到后面 再看到这个7月10号 诶 净流入 我们就要加分了 加加10分 就-20分 现在 再来看 继续 17号又是一个又加10分 就-10分 现在总的分 现在是-10分 22号23号24号也是最后一天 它又是一个净流入 我们就平分了 现在 现在是0分 再来看最近的这个7月27 就今天是总的来说还是加的 因为它最近这几天都是这个流入的多一些 它总体来讲 最近你看从这几天开始它是流入的多 上个礼拜五是一个流入 然后现在已经开始在做盘了 大家可以暂停来看一下 我这里就不过多叙述了 总而言之 我认为它是一个资本家已经开始进来动手的一个 而且猪牛羊这些都是我们的必需品 它的这个市场占比也是比比较大 所以中上所述 我认为ELAN是一个可以期待 可以建仓的一只股票 点不点赞呢 就看你们觉得我说的好不好 觉得不好呢 可以不点 以后呢 我还会给大家一个小小预告 我有可能在近期推出一个人工智能的分析股票 量化交易 到底是用RNN呢 还是LSTM呢 就我还在研究 欢迎给大家给我一些建议 我本来也不是这个计算机专业 也不是数据分析专业 但是我还是想往这方面学习一下 希望大家给我一些建议 谢谢大家